谁能想到老干部许松会被暴力不守难得 5月24日 于轩知名狗仔杨阳 方大瓜称 某二字男星私生活混乱 藏睡粉选妃和某电脉没啥两样 外加粉丝爆料称 本以为是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自己也会迎来甜甜的恋爱 哪知想刚见面两次 对方便玩冷暴力消失不见 虽然对方没有提名字 但吃瓜网友根据聊天记录中的松鼠 歌词点圆圆的 和17年上海黄浦江某酒店入住信息 猜测某二字男歌手是许松 但这爆料怎么越看越眼熟 21年 就有名叫AngLNstock的网友 在社交平台晒出许松玩手机照片 趁他私下与粉丝私会 该网友称 本以为会与偶像双相奔赴 哪知想对方释了佛一去 独留自己欲欲寡欢 并爱得顶天立地的张媛媛 列出许松五宗罪 恋爱出轨 POA女友 无缝衔接等 还称考虑到当事人隐私 所以才未拿出实锤 哪知想粉丝直接歪了楼 许松为啥不手难得 还要拿保文杯 其这张图片早在2017年 就被许松大粉上传到社交平台 根本算不上实锤 如果你硬要这么说的话 自己还和许松去KTV的能爆料吗 还不如放视频证明真伪 结果死事就没有然后了 就连控诉许松内容都被清空 直到事件最后 对方都没有回应 如今许松再次被造谣 却在第一时间出面取证 并发声明称 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因不少人调侃 果然有女友就是不一样 律师团好不容易上一次班 能不能连抄袭的一起告了 咱就写歌回怼也行 好点大家能听心歌 蚊子叮我一口 我不能张嘴去咬蚊子 大家不在一个层面上 所以就没什么可较劲 从现身某音乐节 与网友对话 疑似欢迎此前不守难得传闻 松鼠纷纷表示 自己比刘烟飞鱼更先认识你 无愧是文化人 反击都带着失忆 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 欢迎刘烟评论 这大概是薛之谦最无奈的瞬间 推了三个通告调出两天时间 连夜赶到无锡只为参加急跳 我推了三个通告 调出了两天的时间 昨天晚上连夜赶到了无锡 是吗 因为从来没录过这么红的节目 想好好表现一下 没想到死得这么难看 从一出门到现在 就在牢房里没出来过 结果出场不到五分钟 便被淘汰关入笼子 让薛之谦崩溃不已 搞不如一来这么红的节目 还没开场就回去了 急跳后老薛成长不少 直接走导演的路 致力于将导演干费 在某综艺上 导演整股老薛 让他用17块钱 在规定时间 赶到公司面试 17块钱 就是你今天前往公司的交通费 然后你需要在半小时之内 完成这个任务 看着丧心病狂的节目组 老薛当即放话 要跑步前去公司 基于我只有17块的情况下 所以我现在只能 决定跑步前去 那你们要跟得住我 开始了 欢迎一落 拔腿就跑 跑得住吗 跟得住吗 你们可以跟得住我吗 可导演组看见 7000米的路程 心中激起一阵冷汗 这么跑下去哪行 于是紧急叫停老薛 开始与其谈判 这样吧 我们谈比生意好不好 你说吧 我给你多少钱 你别跑 但是我喜欢跑步 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钱的问题吗 你这样吧 你们实在受不了了再找我 好不好 实在受不了再找我 受不了了 钱不钱无所谓 主要是喜欢跑步 且这点钱也不够多好吧 眼界生意谈崩 老薛转身离开 全然不顾导演死活 几分钟后 因为摄影小哥提前下班 但眼看徐志千越跑越远 等红灯期间 也不忘让摄影小哥 跟着原地踏步 摄影老师 你要跟着我这样 你也要走的 对对对 你进去是这样的 真的是 因为不专业 走 吃影小哥 欲酷无泪心想 不是这人有病吧 怎么这么能跑 眼看着导演组体力消耗待机 只好再次叫停老薛 称两人各退一步 导演估计也没想到自己多嘴说一句话会导致谈判失败 只见老薛拿起自拍神器扭头就走 嘴里还不忘碎碎念叨 直接让谨慎的摄影小哥累倒 心想上次这么跑还是在变形计 这下素材都只能用素人的跟拍视频 端演健壮只好拉着老薛的胳膊求饶 可出嫁并不符合他心理预期 徐志谦便做事准备离开 导演只能求饶并表示有话好商量 咱千万别动不动就好 在老薛花式谈判下 导演组只好答应其要求 心甘情愿送上100元 并安排空调车送他到公司 老薛接上直言 这节目组真好 有空调车还有钱拿 直接将导演干费 因不少网友直言论整活还得是学士线 逼停飞机惊动FBI 骂陈一迅唱歌像乱叫 斥则老东家环球唱片发死人才 港圈太子郑中基如今为何要讨好江涛 2000年 他用惊动FBI的阵仗 强势只在千禧年头版头条 当时郑中基醉酒登上飞机 不仅在舱内吸烟 还大声说话打扰其他乘客 在空姐过去劝说制止时 其上下起手 无奈之下 机长只能紧急迫降拉斯维加斯 最终郑中基惨备FBI起诉 倘若别的艺人遇到这样的事 星途必定毁制一旦 可飞机闹事后 郑中基只上交几千美金罚款 便被无罪释放 甚至还在不久后 为保密新居当街打记者 要问郑中基为何如此狂妄 只能归功于一点 他爹叫郑东汉 要知道向华强谢贤 皆是港鱼赫赫有名的大佬 可不论是向左还是谢霆锋 都未有太子的称号 而郑中基却从出道开始 便被港媒尊称为太子期 足见其父亲地位有多高 因此身世不凡了他 自然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 以至于不少人调侃 如果太子期生在内域 根本没王思聪喷人的份儿 毕竟他曾公然喷陈玉迅唱歌是乱喉 他又不是想叫你 他的律师 原来是同样的 逃寒红邓紫棋标告一是乱喊 骂老东家环球唱片发死人才 当殷宗邀请他参赛时 郑中基一言不合吉人老底 根本就在这儿做戏 已经过了戏很久的歌手 去划你转头 你还要说多谢老师 我不冲来去打你 我已经算偷笑了 却开始讨好江涛 2020年叱咤风云强 将当用一首没有听过的歌 打败郑中基陈玉迅 因不少人不满 香港乐坛已死 不管什么人都能拿奖 可郑中基确实 不能抹杀别人的努力 所以因为一只歌 就去抹杀了人 不得这么多年 除此以外 郑中基还更新社交平台 请香港顶流江涛当座上宾 不少顶流粉丝怒斥 一个早已过气的邋遢大叔 之所以请哥哥 不过是蹭热度 好为社交平台增加热度 毕竟这不是郑中基 第一次巴结江涛 早前他开演唱会时 还各种感谢他 基于种种事件 郑中基在顶流粉中 巴结江涛实锤 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 欢迎联评